也因为圆明会巡回全台座谈会 让部落主人可以当面存情争取 光复乡阿鲁龙部落头目就跪求圆明会 要协助解决部落聚会所用地问题 圆明会的主委一将巴鲁尔高度重视 在8号也亲临预定地来献刊 会同乡公所和台塘等单位协调 达成了初步共识 在去年12月27号 圆明会政策综合座谈会上 阿鲁龙部落头目陈勤贵求圆明会 协助解决部落聚会所土地问题 另在场的主委一将巴鲁尔 立委政天才高度关注 今天上午主委率领公共建设处处长 刘维哲到场会刊 立委政天才也特别到场关切 在完以后 边公边定以后 绝对会一两万块 总比两三百万好啊 光复乡阿鲁龙部落虽然规模不大 但也是光复乡老部落之一 目前现有的部落聚会所 狭小老旧 尤其土地还是私有地 令部落头目十分忧虑 相互所也积极寻求解决 尤其乡长林清水 则是积极向台塘建议 征用部落旁这一块台塘土地 作为新建部落聚会所之用 我们今天成为我们的一将主委 跟林毕甲副主委 跟相关单位来看 然后我们是跟花脸汤厂讲 他的原来地可以播出来一千坪 来租给我们来做 做聚会所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起步 然后规划好之后 我们才可以设立聚会所 原明会主委一将巴洛尔 立委政天才 以及县议员蔡一静 赖国祥会同乡长林清水 共同献刊 并与台塘花东区处经理杨长生 面对面沟通协调 最后也达成初步共识 那我要非常谢谢 我们的台塘的经理 他的建议的方向 说有没有可能朝 租用台塘的土地 来兴建聚会所的 这个基地 那接下来就是要请我们的乡长 做后续的跟我们的台塘 来做土地变更的这个过程 当然花联县政府也要协助 看见原明会全力协助 县府以及地方公所也全力配合 这块悬在阿鲁龙部落族人心目中的 部落聚会所土地问题的这块大石 终于可以放下了 而乡长林清水也将带领公所团队 来积极与台塘配合 以助用的方式努力把握机会 期盼能够在这块三分地大的台塘土地上 披荐完成阿鲁龙部落聚会所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